这次的神舟十号飞船和之前的神舟九号有哪些不同 它的这次太空之旅又会有哪些亮点值得大家期待呢 除了我们之前已经报道过的首次开展载人飞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飞行之外呢 本轮任务还会新增绕飞等等全新的实验项目 今年实施的神舟十号任务将是飞船在太空飞行时间最长的一次 在这个期间它将和天宫一号实施载人空间交汇对接 并开展载人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的首次应用型飞行 主要是从实验型向应用型的进一步的验证 相当于我们载人飞船天地往返运输系统要进入定型阶段 为以后我们进一步开展空间实验室的研究和我们空间站的建造 来奠定一个天地往返的运输系统 而在飞行试验上依旧会有飞船和天宫一号的组合体飞行 自动和手控交汇对接等内容 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验证技术的可靠性 也是未来空间站建设必须掌握的基础技术 当然神舟十号还会增加一些新的试验 比如绕飞 这是飞船可以绕的木屋飞行器进行绕飞 这个也是为将来空间站建造所准备 因为空间站上可能有多个对接口 那么飞行器不一定从一个方向对它进行对接 所以我要绕到另外一个口上去对接 上海电视台综合报道